好 另外一个创意带您看到夏天是温泉业者淡季哦 但是为了吸引民众 夏天也愿意泡汤 台北市新一路沙帽山有十多家业者 今天合力打造了一座大型的啤酒泡泡浴 还特别邀请了15位比基尼辣妹下水消暑 还打出各家招牌菜 通通一直的优惠大促销 年间夏日比基尼辣妹泡在满部泡沫的大水池里好舒服 不过只是一闻 居然有啤酒味 原来这是沙帽山业者打造的啤酒泡泡浴 只要赶餐比基尼就能下水清凉一下 没有味道 要消暑不让辣妹专门于前也有爸爸 直接穿着女性内衣 躺在池子里真是凉快啊 这是我妈妈的 很舒服也很轻松 只是造型比较怪而已 游得完当然也要有吃 泡完温泉浴后品尝温泉美食最适合 首客最推荐的日式家虾 师傅说好吃的秘诀就是油温的控制 比较古早的那种日本料理的方式 用这种油锅自己控制油温的方式 它炸起来今天的口感会比一般那种 控制油温的方式来的好吃 台式口味的茄汁名虾也很爽口 虾子对切后裹好粉 下锅油炸到红橙橙上桌 画龙点睛的特制酱料更是一绝 像它有拌那个新鲜的茄汁 那吃起来其实酸酸甜甜的 在夏天的时候吃起来还蛮不腻 蛮胸口的 夏天吃我是觉得都还蛮好的 因为食材真的很新鲜 它有一点点可以助开胃啊 可是口味不是那么的重鲜 业者不惜寄出大手笔稿宣传 无非是希望在夏天也能成功吸引到泡堂客 明星文 于凡 曾一祥台北报道 好 好 好